大家好,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 今天来分享一道健康的早餐 鸡蛋沙拉三明治 首先将常温的鸡蛋放进沸腾的水里面煮 小火煮10分钟 煮的鸡蛋完全熟 然后捞出来放进冷水里 冷却之后去壳 用叉子把鸡蛋压碎 加入沙拉酱 牛奶 黑胡椒粉 盐 拌匀后备用 两片吐司去到四边 涂上一层融化的黄油 然后放上拌好的鸡蛋沙拉 磨平 盖上另一片吐司 轻轻压一下 把搅好的三明治用保鲜膜包起来 等十分钟三明治定型 然后对半切开就好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